左邊一輛綠色轎車 顯示撞上前方的貨車 導致貨車整個翻覆 往前拖行了將近100公尺 側倒在國道上 道路上還頻頻冒出火花 只見轎車不但沒有停止 還高速往前爆衝 這是可以看到左方 衝出一輛警車被撞上之後 直衝一旁護欄 強大的撞擊力道 讓警車逆向停在國道上 動彈不得 但這時警車上衝出了一名遠警 不過身上還帶著傷 一潑一潑的穿越三個車道 跑到貨車旁關心車內民眾 而最英勇的遠警就是他 還能跑所以就先 救護民眾的安全比較重要 我單下是不知道 我自己有留學 是事後別人跟我講我才知道 國道警車被撞得稀爛 車頭扭曲變形 正在警車旁的遠警就是他 雖然受了傷 但還是減少崗位 關心受傷的民眾 就是有吸安全帶的時候 就是往前推 然後它安全帶都不夠散 然後嘴唇上面是 安全氣男爆炸的時候打到的 25歲的年輕女警陳琳 回想當時的情景 還是魚稽猶唇 脖子的地方依然很紅腫 手上還貼著紗布 但對她來說 救人比什麼都重要 記者和孟謙黃志昌 新竹報導 鳳凡 第四個月 第二次 月